这些不需要的,我们要对它尽心 取消选择 这些是一些结构上的线 然后,我们在我们的鼠标右键里面 选择切角 对它们进行一次切角的处理 这样,它就看起来 线条比较 层次改要丰富一些 或是还可以再进行切角 当然,切角切得越多,线速会越多 线越多,会造成我们的电脑越来越 运行速度减缓 所以控制一下线条就可以了 同样的给它更改一个材质 对它们进行一个成组 在做室内的时候,它的一些细节比较重要 所以,比如上这些线条的一些造型 我们要尽量让它做出它的层次感 这样,玄关的柜子我们就已经制作好了 在柜子的下面,它还有一个木板 在这里我们也来绘制一下 同样的,挤出300 更改一下它的材质颜色 更改一下它的材质颜色 摆放好位置 当然,在我们的旋关后面肯定有一面墙体 在这里我们要绘制一下墙体 为它进行一个2米8的挤出 然后,贴它的墙质颜色 在这里,它上面还有一块矩形的 我们要在CAD上来观察一下 它是一个什么 现在暂时还看不出来 我们就等它暂时先空着 待会儿再来处理 然后,我们将墙旁边的墙体进行一下绘制 在绘制旁边的墙体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了 我们的这一块柜子比较宽 它已经挡住了我们旁边的墙体 因为在绘制我们柜子的时候 然后我们是遵循的它的立面 在这里我们可以将它进行乘组 FFD 调整一下它的一个宽度 为什么会有关于一块柜子 我的肉体 如果你是从前不是那么红柜子 因为考虎では有关于手 就会有关于4米1的墙体 别比较有关于一块柜子 当委员的墙体 都会出现了 剧氏 在那边 第三个柜子 在这个柜子 我们来对它进行一下它的大小的调整 调整好了之后 我们来将墙旁边的墙体进行一下绘制 同样的我们可以现在直接将它们孤立出来 来绘制它们中间的这一面墙体 也可以直接从顶式图上来进行绘制 这一边挤出2米8旁边也是 刚刚我们测量过了厨房的门是2米1的高度 所以这边的门也是2米1的高度 所以在上面我们做一个70的墙体 让它流出我们的门洞 应该是700 贴上墙纸的颜色 同样的门到时候我们会用我们已经有的墙体 那个门的模型来进行摆放 然后我们接着再往这边来进行绘制 同样的来绘制它的墙体 我们在这里可以将这个进行一个层组 用来调整就可以了 对它们的点进行调整 因为门的大小是一样的 在这里我们复制的时候是实列复制的 所以我们要重新复制一次 然后在这里同样的来绘制它的墙体 直接绘制2米8 接下来我们来绘制我们的旁边的这一面电视墙 首先我们将我们已经绘制好的这一份墙体 进行隐藏 然后将我们的电视墙的CED进行取消隐藏 将餐厅和我们刚刚的玄关隐藏起来 现在我们来绘制这一面墙体 首先我们还是先来绘制它的墙体 在墙体上再来做它的一些造型的处理 对它进行一个挤出 墙体厚度240 墙体厚度240 接下来就是做它的一个电视墙的一个线条 在这里它的线条刚刚给我们已经绘制好了剖面 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将它的剖面进行导入 我们刚刚好像没有写块 我重新来写一次它的剖面的块 在这里来导入它的剖面 在这里来导入它的剖面 我们将它摞到旁边旋转一下 我们将它摞到旁边旋转一下 它的大小和我们的这个有一些出入 所以我们要对它进行一定调整 在标注上CED上写的刚刚是80 我们来测量一下我们现在的这个大小 是400 在这里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下缩放 缩放到它的20% 就和这个大小应该是差不多的 差不多了之后 我们要对它重新附加一次 转换一下它的一个线条的属性 方法就是在旁边重新画一条新的线条 然后用它来附加我们刚刚这个剖面 转换一下它的属性 现在我们来绘制一下路径 Sweep扫描一下 这个就是因为刚刚我们缩放之后 它会出现一定的问题 可能我们要重新比对着这个 重新绘制一个剖面了 我们再重新绘制一个 我们再重新绘制一个 推点进行一次探阶 推点进行一次探阶 然后再来试取一下 然后再来试取一下 这一次就已经对了 对了之后我们要来看一下它的方向 应该左右镜像一下 再来看一下它的一些 再来看一下它的一些 里面 材质 材质 在这里 在这里 这面墙写的是 欧式的贴墙纸 我们在中间要重新为它绘制一面 墙体也就是绘制一个面 让它贴另外一种材质 可以挤出很薄 5毫米就可以了 让它贴着我们的墙体 然后让它写一个欧式的贴墙纸 然后我们再来看它的这个框是什么材质 木质的线条白色的7 我们来写 白色木质线条 直接写 然后我们再来挥制一下它的这一些比较小一点的造型的 这个是一个隐形的门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些造型 我们看到后面的墙体 这里有标注写的是白漆的面板 和这个是一样的 我们来更改一下它的材质 在这里 我们这里做的有一点厚 我们要调整一下 这边我们单独做一块就可以了 这一块是比较小的 因为它是隔出来的一个位置 我们要严格遵循我们CAD的画法来制作 我们看看它的材质 面板白漆 我们可以写白漆面板 第一个小鲜 这是第一个小鲜 我们可以写中一个最深的重大小鲜 aff stew 感谢观看